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愛麗絲 這一天來到上環 打算和大家走一轉信德中心 天氣好好 站在這裏雖然有點曬 但吹著海風看著這個海景已經覺得很舒服 不知道大家有多久沒有搭過船來回港澳 我自己都有搭船 但比例上比以前少了很多 搭哪一種交通工具當然要示范自己的需要 現在間中都有搭船 但每次在信德中心總是滿滿的回憶 以前很多時候都會放工趕船 又或者第二早早就搭船回來看醫生 我們進去裏面再邊走邊趕 先想去出入境那一層之後再下回來 剛才說到我現在少了搭船 原因是沒有了小船 雖然我搭船都搭了很多年 但我仍然都會運船 每次都必定會檢查航班是哪一隻船 例如金星、什麼什麼星等才會搭 上船前裏位總會跟職員說要留上的21AB 如果沒有就再後一兩航都可以 上到來了 右邊是賣金光飛航的counter 東橋就是搭金光飛航會走那一邊 現在裏面都有裝修工程做著 拍攝當日就是7月底的平日 人流就不算很多 這一層都很多店舖為了辦 前少少就是賣噴射飛航的counter 現在比起年初的時候 航班都增加了不少 日航大部份是半小時一班 夜航就是一個小時一班 過了凌晨的12點半、1點 就再沒有船 還記不記得以前是15分鐘一班船 如果是旺季還會加到5至10分鐘一班 這一邊全部為了板 可能裝修中 這一邊是西橋 就是搭噴射飛航那邊的出入口 我們過去看看澳門各大酒店counter的位置 基本上是集中在同一個地方 而在裏面再進一些 就會有些食肆和商戶 最近一次搭船回來 到了公海之後 開始大浪 已經很努力地忍住 合上眼睛 叫自己睡覺 但是又怎會睡得著 心又悶著想吐 很厲害 忍到下船 但是落到樓下7-7就感覺到不妥了 那一刻才發現自己很笨 應該在船上拿了個毆套袋先 我就想到去便利店買個袋 誰知職員就說不可以只賣個袋給我 一定要在店裡買東西才可以買個袋 我就隨便買東西 之後就跟職員說要兩個袋 最終我就走到一邊了 看完海景我們走回商場了 看看商戶有沒有不同度 圍了板的地方都有 但是比起樓上就少些 一些熟口熟麵的食肆依然都在 但是都多了不少新的店鋪 如果我搭早船回來 下船之後都會在碼頭吃早餐先 不知道大家現在還有沒有搭船 以前的經歷又是怎樣呢 不妨留言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以前兩邊走的次數是比較多些 特意回來吃頓飯又有 見一見醫生又有 現在自己工作都很忙 所以都沒有以前回來那麼密 我們在圓氣旁邊走過去 從小拍攝到練習 從小拍攝一起來 座食 fellowship 最貴修�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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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